各位師兄好,又是我Cand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訂閱是不需要錢的,Youtube不會收錢的 按下鈴鐺,按下鈴鐺不會痛的 跟大家研究一下3月1號的第四班賽事 這場四班千龍米,第五場 這場大家看看左手邊 還要提一提,因為你沒有了莫雷拉 小鈴鐺,利勁閣,少了兩個主力騎士 其實有很多場次的馬的配搭都是兜亂的 希望快點捱過這期賽事 大家看看這一邊 打王牌的兩隻 兩隻都貴內中過的 橫翠戰士七寶 好,後備保護權的 有時尚傳奇,智力仔,保得住 這場馬就... 我想跟大家研究兩隻馬 一隻就...兩三隻 橫翠戰士,尖子 呃... 七寶這些這樣的步促 這場是橫翠戰士 開懷大笑,不看開懷大笑那一場 看了這隻尖子這一場 和橫翠戰士贏電信火箭 精彩有理,數虎用事 天天精彩 和橫翠戰士贏電信火箭 這場是季中有一段 尖子放回來的 就放在頭上放在來欄 輸兩個幾馬位,季內跑得最好 這場的 壓到那些... 慢慢地放 壓到那些... 加州大帝 魏影楊飛 黃黃龍,彪之王者 那些... 精神威超班福星 翡翠綠 比一下兩段時間 兩場,這場是長一點的 上面的橫翠戰士是近期一點的 看回這隻橫翠戰士 當日... 這隻數虎勇士在那裡放 笑傲成功在那裡放 這隻橫翠戰士 守住下個位都是國能 當日背133 今天背130 今天背133 電信火箭精彩有理 數虎勇士再出都有好表現 分析步速 他是守住下位 所以第一段都不關他事 他咬得住步速就可以了 他快了三線半 第二段呢 慢回一線 第三段呢 他也是快多一線 他這裏就開始踩過來 兩段都是開23秒 末段回來都是維持一個勁勢 1分34秒7 但是這一場呢 是三班賽事來的 是精神威放 一見傾心 尖指 這些馬來的 所以這隻橫翠戰士 當日贏完馬 然後上一場 繞了谷草 小弟都有頭注 但是今天繞回來 去贏馬路程 看看他怎麼跑 當日收拾七檔 他已經守住個好位 他已經守住個好位 在中檔位置呢 就是這隻 靈甲白衣 淺藍 好大約第五位 第六位 內蘭紅衣 電信火箭 拍著環趣支持 已經外面的了 他都咬住步速 沒有扔掉的 尾五千金不滿 後面四隻 開心大師 暴風俠 六三尾子 潮州小子 暴風俠都出的 暴風俠都出的 前面帶頭的馬 就是這隻 少傲成功 放來了大約一個新位 數虎勇士第二位 精彩有理 就在內蘭第三 零加第四 精彩千里 就在內蘭第五位 在後面的馬 第六位 就是這隻 這裡開始踩 對 黃武紅衣 還有電信火箭 厚一點的馬 有漫長更新 跑得歸千金不換 尾四粉紅衣 開心大師 拍著黑衣的暴風俠 再後面的馬 還有這隻 潮州小子 扔出去的 就是那隻天天精彩 好了 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少傲成功 拍著素虎勇士 放了 想兩隻馬 中間捐上來 夠不夠位呢 就是那隻精彩有理 也都在追緊 拿出去外面上 還有這隻零加 中檔位置追 還趣戰時 還有這隻 精彩千里 再在外面追小小馬 開心大師 還有電信火箭 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 中間位置 還趣戰士 外面電信火箭 起勢不停追 還有這隻 精彩有理 接近終點 還趣戰士 力壓電信火箭 這場馬 再出的 電信火箭 也是接近 撿了一個外檔 精彩有理 以一個無敵姿態 贏馬 數虎勇士 繞去外檔 問話 拉倉 今天要遇到天天精彩 今天要出的 潮州小子 那些暴風俠 我覺得這隻還趣戰士 比那天多了三磅 如果你分析這個步速來計算 分析這個步速來計算 咬得住步速快三線 這裡慢一線 這裡快多一線 末段就慢三線 其實末段就不太出色 但是班數不同 再拿第二 再拿這隻精彩有理 贏那場 今天對著開懷大笑 都是蘇布羅馬房的天意 電訊火箭 數虎勇士 那兩場 電訊火箭 就撿了個兆當 數虎勇士 拉倉 不要問為什麼 這一場 他都快了四線 第二段 慢四線 當你打和 守住在中間 沒有賺 第三段 快六線 第四 沒奪快五線 我覺得 除了馬房 鬥志 難測之外 我覺得 拿回這隻 橫翠戰士 都可以做膽球 一直 因為我今天分析形勢 看回馬 就可能 尖子會擺 那一場 策略 這場 換了配備 還有講其他 神操 配備 橫翠戰士 自從換了配備 之後 這幾場都比較準 保得住 換了配備 這幾場都是準 只有這兩隻 神操方面 橫翠戰士 保持功夫 二號開懷大笑 三號 尖子 保持功夫 四號 田坦安 碰過 保得住 五號 黃俊 碰過 黃俊 武德奇 換蔡明曉 保持功夫 六號 真情 保持功夫 七號 新界之星 轉創初出 保持功夫 八號 楊明倫試過幾次集 都很積極 還是撲上來的 不知道這隻的底細 九號 上次也有醉 保持功夫 十號 威威歡聲 保持功夫 十一號 天天精彩 保持功夫 十二號 表表馬 梁家俊 試過重化試集 重化再找徐君禮試集 兩貨都試千六 放在前面走 積極 很積極 這隻馬是名人馬 十三號 最聰明 梁家俊 碰過保持功夫 十四號 七號 保持功夫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 一號原裝 二號原裝 三號 黎海榮變成了 無顯東 四號 八道變田泰安 五號 烹葛念走了 六號 希偉心原裝 七號 鑽裝初出 八號 楊明倫保持 九號 葛念轉了 潘明輝 十號 何宅堯 原裝 十一號 潘頓 十二號 史卓峰 黎海榮 十三號 梁家俊 原裝 十四號 巴道 原裝 真真正正有千六賽職 有環翠戰士 開懷大少 尖指近過 鑽石神正 鑽石神正 鑽草 法獲菊 千六 新界之星 有沙田 千六 天天精彩 七寶 一二三四五 七 一二三四五七 十一 十四 八班 三班 一二三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四 十四 十五 新界之星, 鑽色神聖這兩隻 我覺得今天那隻錶馬 兩貨重化閘都放在前面走 我相信他應該都是放在前面走 上次套了個眼罩也是放在前面走 接著再走的是新界之星這幾場 發活谷三四十倍我都拿去做膽 輸了回來了 贏了一場再出,跑第四 這次就轉了倉 今天他又會摘利, 真是奇怪 他本來不摘利都放得好 今天又摘利, 可能轉了倉又要找些東西搞搞他 我預計他跟以前一樣, 都是放得前的 快活一番都是手下手下的 真情, 以他短途, 手下手下的 跟至真到千六, 可能都可以放到前 尖指以他櫃內跑得最好那場 他都是貼著欄, 放到前面 我覺得今天這場馬, 我會選擇 這隻橫翠戰士 有千六職第一, 第二 今天就繞過來填草 第三, 換了配備之後, 他也是比較準的 但這個馬房真的很難踩拆他的心態 以及不太準, 很難說 但以信心上來說, 沒什麼特別的馬好選擇 我都是選擇橫翠戰士做膽 第一, 我會拖一隻尖指 這隻尖指, 其實轉了配備之後 就不太準 而這幾劑都輸得很遠 但這次是他第一次下四班 那一次, 大家都看到剛才那場 他輸給精神威 他沒有什麼馬, 任由他前面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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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場小弟也有投注 他前面那些馬都是不錯的 他都是輸兩個多馬位 這次第一次下四班 但用到無險冬 就看看這隻馬怎樣 爛門拖一下他 另外再選擇一隻, 我也是選擇七寶 他季初有一場, 他在四班的時候 我都說他跟電訊火箭有一場 突然跑得很差 那一段古怪的報酬 那一隻開心大師 不知道爲什麽都輸進來 然後他那場表現不行之後 就慢慢減減 減減, 後來下五班 就倒閉了一場 今天就來回四班 但阿摩竟然打個王牌 下來這裏 減了他十五磅 看看他十五磅 會不會跑回四班 應該有的水準 跟電訊火箭 尹妙星 那些 保得住 那些一起鬥 我記得 應該就是這場 來的 開心大師跑第二 那場 對 那場的報酬很奇怪 電訊火箭守住下 陽光守住下 小福將是不行的 只有這隻小福將 好像輸了外諜 大眾精英 全部放在前面走的 那些差不多 過一兩次都回到 反而前面 後上衝上來 那些剛剛贏 其實很少 兩三個馬位 那些全部再出 都是一般的 那我就覺得這隻七寶 今天減到十五磅 看看有沒有偷襲的本錢 就拖了這隻 其實我想鐵三角 如果大家覺得環翠戰士做膽 不太穩陣 那些馬房問題 可以投注四連環 那些 我只是把自己選擇的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就愛一號的環翠戰士做膽拖 三號的尖指 十四號的七寶 那其實開懷大小呢 上場是追得好 我還被他拖了 如果不是他在這 我就什麼鬼都中了 這場 還被他拖了 精彩有理 凌鋒 天意 全部都中了 電信火箭 那天撿了外擋 但是 嫂巫勇士那場 根本是沒有跑過的 那這隻開懷大小呢 那天撿過漂亮檔 就被他追得到 但是今天撿過差檔 就看看他怎樣發揮 所以我就把他放到第四隻那裡 那我就愛一號環翠戰士做膽 拖三號尖指 十四號七寶 接著就是二號的開懷大小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贏多些 希望各位可以給一下手指公 點一下多些讚 就是 給一下手指公 都是一個鼓勵來的 如果各位想支持的 看看廣告 有得他播一下 都是一個實質的支持 如果想實質支持的 可以QR Code PayPal都可以的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